一名女藝人到外縣市跑活動 搭小黃趴趴躁 卻因為收費問題 引發討論 搭小黃要求司機開車廂 放行李 聽起來沒什麼異狀 但收費卻變貴了 女藝人搭小黃因為放行李 司機開啟後車廂 車費一共240塊 女藝人給了250 司機沒有找錢 女藝人反問司機 司機回 開後車廂要多收10元 網友回應 第一次聽到開後車廂要10塊錢 我只知道上國道要加錢 使用者付費很合理 才10塊就別計較了 他已經要拿了 你也沒辦法 10塊而已還好 早期打小黃司機開後車廂 幫忙搬行李 規定可以收服務費10元 但這個規定 111年早就取消了 取消兩年 沒想到竟然還有司機偷偷收費 為了多賺這10塊錢 恐怕遭哀拔 我們現在都不收 如果有駕駛 唯一規定加收10元服務費 除9000到9萬元的罰還 為了10塊錢服務費 如果真的被開罰 恐怕划不來 打小黃現在車費 跳表計算 如果被用其他明目 多收費 恐怕讓乘客達成心情 產生疙瘩 記者 葉振宇 高雄報導 我們現在都不會出來 我們不打算 我們請就你們 不打算 我們不打算